今天我們來的這條步道叫做 Big Four Ice Caves 我上次來爬這條步道已經是15年前了 這條步道非常非常簡單 只有2.2英里適合大人小孩都可以來爬 如果你們喜歡照相的話我建議是早上來爬 因為你們下午來的話這整座山面會逆光 今天我們要去 Big Four Ice Caves 我們已經在路程中我有我的朋友在這裡 快到了 對 很熱今天 很熱是真的 今天是7月1號我們還可以在這邊摸得到雪 算是蠻特別的 爬到下面的Snowfield以後呢還是強力推薦一定要繼續往上爬 看起來蠻遠的其實爬只大概多5分鐘吧 這裡的Snowfield呢反射這些陽光所以真的是蠻刺眼的不得不戴上太陽眼鏡啊 走到了冰洞群的最近頭 這裡呢原本是一個冰洞 這裡呢原本是一個冰洞 這些是潘塌的冰洞留下來的這些冰塊 現在我們又慢慢的往回走了 這條步道呢叫做 Big Four Ice Caves 你聽著名字一定會覺得說很像是這條步道有四個冰洞是吧 其實不是其實是這座山呢這冰洞前的這座山呢叫做 Big Four 好啊 爬這條步道呢一定要經過我身後的那座橋 那座橋呢 是去年年底才剛修好的 還沒修好之前呢 如果你要爬這條步道的話 你就得打赤腳 過這條小溪 要找一個比較淺的地方過 好啦 今天呢 我們介紹這條步道就到這裡為止 下次有機會再介紹不同的步道囉